接用潮進保育區海底 玫瑰珊瑚出現一道又一道的傷痕 碎裂散布在海中 像是被重物重擊過 原來這個玫瑰珊瑚 在海洋保育區內 是熱門的打卡地點 但現在卻變成這副模樣 其實海客館 我們有把水下的影像 直接直播到陸地上來 我們就是希望遊客不用下水 然後也可以看到水底下 奇特的這些海洋生物 還有他們的行為 那最近因為潛水客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觀察到很多 從直播的鏡頭裡面 觀察到很多的行為 包含就是有人把珊瑚踢掉啦 就是踢掉一塊啦 也有一些人他就是那個挖腳 然後踢到鏡頭 然後沒有感覺 因為太專心照相了 而這一株大海扇長寬約100公分 也疑似遭人破壞 海扇屬於軟珊瑚 要花費至少50年的時間 才能長到100公分以上 而且遭到破壞之後 很難再恢復原貌 資源保育區就是因為它的生物非常的豐富 然後在紀式武海科館還有各方人士的產官學的合作之下 建立一個這樣美麗的保育區 然後就是希望這邊生物越來越多 然後很歡迎各種使用那種水下活動的 包含說湖潛啊 包含說製潛啊 或是水會潛水 可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你們在那邊行動的話 你們一定要幫忙注意維持這個生態 要不然你們不經意的一個舉動 你會破壞掉當初成立保育區的它的用意 然後會造成一個不可立的破壞 夏天潛水活動盛行 潮境卻陸續傳出了海扇被破壞 只要找到破壞者 依法可以開罰3到15萬元 我們依據漁越法所劃定的水產動植物保育區 在保育區內如果有任何裁捕 或者是破壞漁地的行為 依照漁越法我們可以裁罰3到15萬元的罰款 那我們會希望說這個潛水客他下去的時候 應該要散盡這個保育海洋的責任 那不要隨意的去破壞我們的漁地去破壞保育區 除了呼籲潛水客要注意腳下的珊瑚 金融市政府正在沿泥進行總量管制 目前潮境資源保育區我們正在規劃 就是有包括路徑跟水域的這個人數的限制 那還有一些積極條件 例如說要下去潛水 他都必須取得相關的國際證照 包括自由潛水水費潛水相關的證照都必須取得 並且初次他才能夠到我們潮境資源保育區 那另外我們也會希望說因為他是保育區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他只是下去油氣而已 那未來我們也會推出相關生態教育的課程 那歡迎說有潛水證照的這個愛喜歡潛水的朋友 可以來參加我們生態教育的課程 共同為潮境資源保育區盡一份力 潮境公園因為生態豐富 吸引了大批潛水客來這裡拍照 但人數一多亂象也增加 提醒民眾在海底只要用眼睛用看的 千萬別太靠近 以免不小心弄傷了海扇 讓海底美景變成了絕景 記者黃少明基隆報導 导致